巴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在全城热切期待下 29号访港并展开一年三天的活动 这日代表团22名建议 就去到将军澳消防及救护学院 出席巴黎2024奥运会内地奥运建议访港 纪律部队交流日 活动开始由警察音乐团奏乐 之后6个纪律部队 以及2个辅助部队的特别用途车 定义机也陆续出场进行欢迎仪式 一众建议与教练坐着开篷巴士进场 他们还不时向在场人士挥手 活动主礼嘉宾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警务处处长萧扎仪等多名纪律部队首长 一起欢迎一众内地奥运建议 以及教练进场 并逐一向他们握手 我们再一次给我们国家奥运建议 感受一下我们香港市民和纪律部队的 意情和欢呼声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元开幕持后 之后22位分别代表田径 拳击 射击 游泳 独木舟 曲棍球 举重 跳水 花样游泳队和冰泵球的内地奥运建议 就分成十组轮流和私宜欧永权和朱海亭 以及青年团交流运动心得 一直备受触目的游泳男子100米 自由泳金牌得主潘展乐 就和队友沉可阳 孙佳俊一同登场 对于被封新南飞鱼这个风号 潘展乐就敢回应了 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 这个飞鱼可以留给下一个游泳快的人 之后三位金牌建议就亲自教授自由式 碟式和哗式的动作 尋可阳生动的比喻 不知道会不会令大家更容易掌握呢 前面是洗牌 洗牌 打发出洗牌 摸牌 摸牌 摸回来 对 摸回来 手撑起来 摸回来 摸回来 然后再出牌 再出牌 对 自带就这样 而说到最搞笑的环节 莫过于乒乓乓雄马龙和范振东 两位对战青年团 大会专程安排马龙和范振东 只可以用笑声拍板 锅盖和铲取代乒乓波球拍 这次金牌建议应该遇上难题 那个铺盖 能够和精英建议交流 除了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运动知识之外 一群年轻人更加可以获得奥运建议的 亲笔签名和合照 真是恨死隔离 而Albert更加很幸运 可以亲身领教过 女子拳击金牌得主李善的力度 究竟有多震撼呢 他想收音 想把咪摆放在这个位置 来吧 还好吗 该不会再来一次 我想说很舒服 那我就快喝手 来来来 哇 两边打完才平衡 OK 你是大家几层的力 一场 一场 一成的力 之后一班奥运建议 就和一众嘉宾 分组进行拉车环节 合力拉动八个部门的 特别用途车辆以及定义机 同心协力完成这个状态 大家齐心协力 我们所有的部门首长 我们的同事 以及我们 奥运建议教练们 一起完成冲举 活动完结前 大家都争相和一帮奥运建议 自拍留念 他们都相当亲民 有求必应 之后一众嘉宾 也和一帮奥运建议 来一张大合照 记录这个这么珍贵的时刻 有机会担任这次活动私宜 兼一到一帮奥运建议风彩的 Albert和Heidi 就说觉得非常荣幸 很厉害 那一刻很厉害 很厉害 幸好他说声给我听 打哪里 对啊 我有肌肉也好 或者什么都好 先调整 然后打完就 都挺实的 挺正的 然后他说一不离二 二不离三 打完这边 是个人的 而且他是很专业 他说你一定要把咪高峰放在这里 才收到音 是否都挺梦幻 之前可能这次 这个芭蕾奥运 一直是报道 做主持 这次真的可以这么近接触他们 是的 其实是过几月的期待 又见证着他们拿了 知道他们会来 究竟来谁呢 负责做哪个活动呢 还有今天又见到会哪一个 我想整件事都真是成真 是的 有没有哪位特别 今天真的见到真人 感受到他的亲切 其实个个都期待 当然你问潘展乐 他破世界纪录 大家想一岛会风彩 哇 真的很高 另外我认为冰冰球 范正东 因为比较幸运地是 他直播比赛的时间 正正是晚上 是 就是你打Bang Board 也是晚上 晚上决赛时 我们一直在吃饭一直在看 所以那种亲切感是更加强的 我想见到韻律永那三位选手 我都很开心 他们真人比上镜 真的很清瘦 还有我觉得今天很感动 常常叫每一位运动员 虽然不是做示范 只是讲解一些运动技巧 我们真的学到东西 我突然有点痛 你回去疗伤 很值得